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 然后又来节目了 他们今天又要开始驯马了 今天驯的这个马呢 是一次都没有骑过的纯生马 然后咱们去看看怎么去把它驯服啊 来了来了 刚才用绳没用杆套一下没套上 然后他们现在把那个绳套杆上再套一下 你们不怕吗 这马一动他我就吓是好退 这马上就完了 打个招 哦哦哦哦哦 哎呦 跳起来了 哎呦 叫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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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张嘴啊 冰个嘴 救不上嘴啊 你这救不上嘴啊 打试呢 一会咱们有专业的人去试一下 咱们的驯马师会试一下 救不上嘴 这匹马挺乖啊 这匹马 小鼠没办法 不要上马 上马了 上马了有点灰烈了这个 嗯 但是他知道哪个头 我感觉他心里面在那里 要不他比早上那个马就多了 这个应该怎么去 放起来的话比较自然 不得劲了 现在都已经不得劲了 撞开点 哎哎哎哎哎 倒了倒了倒了 这个老躺下怎么回事 这个人要躺下 对 对 好球 哎哎哎哎 别又倒下来 哦 保持日夜的恶势 保持的 保持同样的恶势意 每个人行 来 一马好像一大肯定 啊 哦哦 太有性格了是吧 太有性格了 谁说他老实了 我跟你说 驯马它是一门文化 它也是一门技 不是说你有劲你能去 马不赖 马都给整下来了 你这没办法 别洗补打可怜的 每一匹马都要经过这个 就像咱们打疫苗似的 你每一个人都要打疫苗 每一匹马也得需要驯 完了这马又要又要爬又爬 一记马按它就要爬 完了又耍熊了 完了 完了 哎 哎 完了完了又耍熊了 哎 又养肚了养肚了快 他想给他打个拇指给他踢开来 他刚刚拿过去 他们的起码是现在要 使用特殊的技术 用马关键子就扣起来 这信马 咱们让心心利用 哎呀哎呀又倒了又倒了 现在马背上有东西 马背上有东西 哎呀哎呀哎呀 拇马 哎哦哎哎 哦哎哎 马捞不听话了 我都不敢靠前 我怕这马一下跑过来踹着我 我就离远点 小伙子要上马了 这个马让你上去了 然后让你骑鞋了 就算是训好了 看这马让不让上 刚才套马的时候他就不让 不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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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卸了四个星中人 转卸了 转卸了 上来了 加油就可以了 看这马 多两分加油就可以了 我希望你的鼓励就行 看这马 自己在撂起 慢点啊 赶紧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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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匹小马 四岁 四岁呢 就相当于咱们人的 这个二十岁吧 大概这样 就算是一头小马 然后还是比较驯服的 现在就 就差不多 只要他让你骑上去 就差不多了 肯定有很多人说 刚才又打马 又抽马的 说觉得太残忍了 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我跟你讲 因为草原这边马 马现在是 从他出生开始 他就是这个 人们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工具吧 从古到今 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马和人是一样的 你不驯服他 就是他欺负你 回来了 这跑回来了 这次驯得差不多了 已经听话了 啊 好了 力 sovereignty